大家好 這個 我們先陳述一下 這一塊地在五十年前 是徵收老百姓的地 這好像一個父親 阿公把地給兒子孫子 最後他不尊重爸爸阿公的意見 他徵收了老百姓鄉親的地 鄉親的地瓜都還沒有縮成 就被他抽空了 五十幾年前人家也不敢去抗議 所以我是認為 市政府真的比民間開發公司還不如 老百姓有疑義 他一直辦溝通會說明會 辦了幾次 那市政府為什麼比開發公司還不如呢 請你市政府告訴我 你是不是給溝通會比民間公司還多辦 解除民眾的疑慮 第二個 我們也很質疑 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到底是要照顧社會老百姓嗎 還是只有聽上面的一個決策 副市長你可以講 社會局從頭到尾沒有替 老人身上長照在講話 那這個社會局不用也罷 把他裁測掉 你一個身上老人長照 以前我們在福德賓宅 因為市政府管理不散重火 他們怎麼去逃生 社會局從頭到尾沒有替這些人在講話 所以公務人員你的良知在哪裡 另外 現在副市長跟學者張家你們的備份很高 你們在學者在教育界 就認為要土地正義 低命度開發 現在我們並不是反對公營住宅 你們公營住宅也可以放在商業區啊 為什麼要造成一個北基地不到山甲的地方 衝擊這麼大 也不顧我們的生活品質 所以市政府沒有照顧我們的生活品質嘛 所以在4月2號 有委員提到 這個地方並沒有四百的條件 所以都發局這樣子應該知道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的訴求是說 社會局也沒有盡到社會局的義務 學者專家你要堅持你這個學者的一個專業的良知 否則民眾遺利這麼多 3月27號來講的不清不楚 所以我們的訴求 我們並不是完全反對這一千五百 只是說你市長講的 居民反對他就不蓋嘛 為什麼好市長不出來講了嗎 他的講話算不算話 另外 只管周光放火 不准老百姓點燈 你把動機高信兩百億就提高四百 你明明知道公共服務設施不加嘛 學者專家你們也來看過嘛 八名就是八名嘛 所以我們認為 市政府還是溝通是完全的不足 希望我們多來溝通 我們並不是完全反對 再來補充一下 我等一下再繼續發言 好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請的是大道理辦公室的理長 好嗎 非常好 謝謝